华为7nm晶片的前学森 郭正亮说 梁梦松已成美国公敌 新头科说 美国可能制裁台积电判将梁梦松 华为类5G手机Mate60Pro用中芯7nm晶片 引起美国愤怒 除要彻查 有无美国技术更要加强围堵 郭正亮说 关键人物中芯执行长梁梦松已成美国公敌 我一年前在中芯7nm工程梁梦松 是头文字D的AE86藤原拓海吗 就预言梁梦松 只要出了中国就有可能被消失 因为当时中芯出货7nm晶片 就已经引起美国媒体点名批判了 根据林鸿文于数位时代 美中半导体之争开始抓战犯 从国家竞争 到个人清算梁梦松躲得过的专闻 这位晶片魔法师梁梦松 在加拿大研究机构 披露大陆中芯已出货7nm晶片后 对于中芯从14nm突破到7nm制程 只花两年 且是在没有取得极紫外光机台下 创造的旗 背后是极度的愤怒 可以预料美国当然会动手 最简单的 就是所谓的长臂管辖 我之前就提过 孟晚舟就是梁梦松 可能的未来 美国干预她国内政 是稀松平常的事 近年来最著名公开承认的 就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John Bottom在电视上承认 号召军方 协助推翻社会主义总统马杜洛 Nicholas Maduro的行动 至于暗杀 美国支援军方暗杀左派 更是家常便饭 如果美国把晶片贸易战 上纲上线为国安议题 那梁梦松的生命安全 只要不在中国领域 就围在旦系了 梁梦松如果不希望坐穿老底 或被消失 请参考台积电研发六骑士照片 台积电痛恨梁梦松 痛恨到把梁梦松 曾经存在的照片都割掉 我相信 如果梁梦松回到台湾 或到中国以外地区 下场会像台积电 那张照片一样 恐怖啊 恐怖到了极点啊 Blackjack 2023年9月11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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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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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